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糕仔 我們又回到三個字戰略版 第六季今次的戰報分享 今次我們要講的是 砰瓷呂和吾槍 吾槍在第六季的殺傷力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是騎兵的黑星 而這個戰報是吾尋常的 正常砰瓷呂撞到吾槍 是會被對方低損擊殺 幸好今次我這隊砰瓷呂大發神威 他僅僅用了 一回合 就秒殺了對方 主要的是呂布 對方的主將發動了 天下無傷 而對方的虎緝軍民 亦都沒有套用到陸遜 所以令到陸遜非常脆皮 加上他的主將的紅度比較低 只有兩紅 所以就無法抵擋到呂布的五下普攻 發動了六次這個突擊戰法 而即場將他斬殺 好我們去片 好一開波 呂布發動天下無傷 和陸遜隻抽 再發動一騎 然後再發動鬼神 嘩 這個突擊戰法的發動機率 非常之高 再發動一騎 簡直要視對方於死地 再發動鬼神 再發動了 對方陸遜只剩下2700兵 還繼續發動鬼神 剩下200多兵 然後再補上1066兵 然後對方發動鬼神 咦 還被張奇斬殺 好 張奇斬殺了 真是 快刀斬亂麻 極速KO對方主將 那就戰勝了 所以這一場是 不怕兵種的克制 不怕戰術的克制 最怕的就是運氣 一運氣說來就來 就真的抵擋不住了 而呂布呢 就是這場超級好彩 全部都捉住了陸遜 還要不斷發動一些戰法 令到陸遜連第一回合都捱不到 就直接擊敗對手 所以這些情況其實是非常之少有的 如果正常情況下 我們這隊打他 是不會贏的 你看看我士氣還要是輸對方 所以這場是非常之誇張 是純粹靠運氣的壓制 所以 拍一段影片 來告訴大家 有時候 並不是說 完完全全靠兵種 或者戰法克制 但是 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我這段影片 而拿碰瓷呂去撞不槍 然後還要輸了 千萬不要先戴頭盔 我先說明一下 碰瓷呂是不夠不槍打的 不槍是黑勢碰瓷呂 大家記住了 好了 首先這條影片到這裏 多謝大家先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三個字的影片 和戰報分享的話 如果還未訂閱 記得幫幫忙 訂閱支持一下 然後還有記得打開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影片和直播的通知 我這裏多謝大家先 拜拜